今次我們這個聲音就教了社會運動主題的訪問會 有四部分別是口侯營的好男好女 白米炸燈灘 還有香港兩部就是等學股機關法學 和這部去安華的天梅 我們請Mo哥來 我不是很需要解釋為什麼 我要請他來 我覺得他本身是一個香港社運歷史 即是他本身是一個歷史 其實我今天是希望給多一點 即是我是希望你們跟他交入多一點 而不是我跟他交入多一點 因為這個意義不是很大 不過我想大家應該都很害羞 所以作為一個開頭 可能我會和Mo哥問他一些關於這部電影的背景 尤其是從我很年輕 這部電影的背景可能是未出生的 裏面他說的議題可能對你們說很遙遠 或者我簡單說一下這部電影中有幾個主要的社會人物 包括莫超儒、吳仲賢、金號莫神父 那麼Mo哥是一個配角的法國 OK 這些人物我不知道你們熟不熟悉 或者如果你們對他們有更多好奇的時候 都可以問Mo哥 相信Mo哥跟他們都是有點交情的 你們想不想先開始嗎 OK 那我先開始吧 Mo哥可不可以不要玩幾個話 我正在找另一部電影 又是講究竟 不要緊 不要緊 我找另一部電影 我剛才告訴大家 現在有一部電影是他的紀錄片 Mike Mike 我可以告訴大家 OK 這個是6月28號就做了 真正是用一個紀錄片的形式 我叫金號莫神父 這個叫什麼名字 叫做金號莫巡禮之年 OK 現在是做的 我待會發給大家 OK 好 或者我們說那一輩 由六七十年代開始的 香港社運的一些活動 其實那一輩 包括Mo哥 你們成長的年代 為什麼會是你們接觸的思想影響 和知識的來源 主要是什麼 和途徑是什麼 會令你們走入手 其實這部電影是 許愛華導演拍的 許愛華導演本身 他本身不是 和社運的關係很深的 所以其實他是要去做一些搜集資料才把這個故事傳出來 因為那個主角是俄秋生成的金號莫神父 所以他就說少住金號莫神父 和他當年爭取這個艇會傷害和水上身 當然這個 這個其實 你問我的問題 為什麼以前的年輕人 是會 其實尾數幾個都是大陸山的 會 會 業深於政治 或者他 希望用大學 或者他自己 到達了一個基地 或者他自己都 做一些改變的社會 其實這部電影是看不到的 因為他是由金號莫神父 做一個鬼職 當然他中間是穿集了幾個人物 一個是我 一個就是那個區議員 一個就是李麗珍 其實大部分都是有原型人物 是有原型人物 在那個艇戶運動裏面 或者其他他講的 支持八九文物品 有些人是這樣的 當然他如果是一個 藝術的作品的時候 我們就不留待紀錄片這樣看 其實是這個作者去 怎樣看金號莫神父 和他周圍的環境 所以其實你問那個問題 為什麼那些人會搞 會搞石裏運動 其實這部電影 不會告訴他們 其實這部電影 都是許安華導演 拍戲的 通常我認為都是為病的 就是他選了一個 就是選題材也是選到的 但是那部電影 通常都其實是賣不到的 他選的體質太大 就是作為藝術作品來說 就很難看 如果你看這部電影 其實你都覺得 如果你看這部電影 其實他都是頭髒腳輕 就是他收不到尾 就是他不知怎樣收 這個也是 其實我想說另一件事 其實這個也是講文化的文化 香港的文化最大的弱點就是這個 就是說他是那些從事創作的人 或者我們說的藝術工作者 基本上他是沒有辦法去 handle到 即是沒有辦法去 handle到 他應該說的事情 這個也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其實在外國很多的導演 或者中國人 就是他整個文化和藝術 都是有很多不厚的政治的色彩 你會認同或者不認同 或者你是會有一個意識形態 或者理想 或者現在有太多這樣的字 去論述這些東西 什麼終極關懷 就是你覺得這個世界應該怎樣 或者你覺得你周遭的人應該怎樣 但是香港是比較少的 你看一看今屆的電影頒獎禮 黃先生說了一段這樣的說話 其實當然如果留心時事 或者是在電影行內 就是香港的電影被變化 因為香港的市場太小 所以大部份的創作或者製作 都是被迫跟大陸去合資 要做的時候 那一合資的時候 就是說要就大陸的市場的時候 就是說那個創作人或者那個 那些去從事這個藝術作品 很多不少是因為就大陸的市場 就變成香港作為一個香港本位 去看我們香港 看周圍就沒有了 但是其實這樣講講都已經軒然大波了 有人就爭他 說他講得不錯 然後他又要跟我承諾道歉 所以你看到香港的文化和藝術 其實真的 如果你在那裡想找回香港人 他就找不到 你可以講香港的電影 他是講香港一部份的東西 但是你找不到香港的歷史的脈絡 這個我都跟他談過 因為我們整個由七十年代到我們 其實那個時代轉變得很快 所以其實那個時代轉變的 應該是更加深刻和紮實的藝術作品 因為他的技術一定是反應現實的 一定是反應現實的 或者是來以現實 未必他完全反應到 但我看到其實我的片種 帶下去都是市政片 修正朝是沒有來投電 或者是沒有合電 沒有打電 即是那些片種是很窄 但我不是說那些影片裡面 完全沒有反應香港人的 譬如他的焦慮、他的歡樂、社會是怎樣 他都有的 但他做了一樣東西就是 就是他能夠把握到藝術的本源 就是如果你是源於真實去令你創作的時候 你的作品本身是不應該一個圈這樣翻轉頭 一個圈翻轉頭 不好意思 你應該是一個 如果大家上螺絲就知道 你一轉的時候 你入了一圈 入了一圈就入了一些東西 或者你轉轉頭就鬆了螺絲 是多一些 大致上 你表現上看好這個圈 但其實你是多了一些東西 就好像商品經濟一樣 如果你由商品A 然後跟商品B交換 然後等到A的做 那你覺得駱蕭如有交戲劇嗎 駱蕭如就是他激發這部片的其中一個人 因為他也跟佩奧威和佩奧威和其他作品 就是《Boya之城》 其實他每一次都選了一個好的題材 但你作為一個觀眾 你覺得他選了之後 他處理不到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搞事情 其實他是一個藝術工作者 就是他用一個外套的 就是他抽了出來 他又不是的 其實他又是影片 他又沒有 好像布拉希特 在反劇上 他又說其實沒有告訴你 是假的 你記住 這部片 這部片說的東西 不是真實 他又沒有 反而他很sensational 很多東西 你看他沒有分辨 他都很sensational 他說的題目是很真實的 大家都關注 他拍的影片的時候 就做不到 即是把他選擇的題材裡的衝突 那些脈絡 那些角色去反映那個人性 我覺得他就是做不到的 他很sensational 其實很sensational 即是比較接近 只有他有電影 他就是一個很美的角色 但是你說過 那個角色本身 像舞台劇 那個電影的角色 你看部片也是的 你看部片也是的 好像我的角色 你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 我想比較多些的就是 金神貝 即是王室的角色 和李麗珊 加上那個 那個驅然的角色 其實也很白 即是很白 有人說這個角色 是影射那個人的 你也不一樣 我覺得是沒有不必要去對的 其實是 藝術作品 你說影射誰 除非 那些三個已經講指名道聲 講關公 張飛 或者錢子龍 其實那些都是假的 收尾演員就是假的 他沒有影射 但是他直接畫 即是你說去影射那個人 去這樣看 這是一個非常舊的觀念 即是我們的張惠小說 其實一部藝術作品 是很衰 很像紀錄片 或者一個張惠小說 將它質價難分 即是他說 劉碧是不是這樣 其實劉碧可能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看三個演藝 那些 因為他很深入 文心 根本 班牙不是這樣 孔明是不是這樣 已經是他的作品 所以我們看這些 也沒有需要 在一個藝術作品裡面 去懷疑 反而就是 藝術作品 是要通過他描寫角色去講 其實最吸引就是人的命運 人的命運是怎樣 跌蕩 為何他的性格有轉變 或者看著他人格的變成 當然這就是文學和藝術最高的功能 即是昇華作用 如果這樣說 我覺得其實要靠這套戲去講 即是如果你當作一個 看法以前的歷史 其實是不可靠的 我覺得是不可靠的 不過當然 這個中間有些事情 為何會有 艇護運動 為何一個外國的神父 來到這個香港 他會投入這個社運 和他怎樣去感染其他人 因為李日珊的角色 加上另外一個 李鏡實 李康生的角色 李康生的角色 其實他都是反映更重要的 即是說 他都是講70年代 到80年代 70年代 是什麼年代 就是暴動後 1970年暴動後 所以香港要改革 因為連英國都覺得 香港不改革 第二 就是因為我們內在的需要 因為我們整個社會 已經由一個密集的勞工 做出口替代 做出口替代 即是說 大量去買入別人的原料 然後去加工 然後再賣出去 賺那個差價 這些 即20年前的差距 那個經濟已經不能再繼續 這樣運作下去 所以 是要改革的 因為 我們的社會已經不是單純的 一個沒有密集的社會 我們的社會已經複雜 所以 如果你有一個 完全密封職 或者半專制的 直立性 是做不到任何 是做不到任何 所以要改革 就是在這個過程裏面 你才能夠明白 為何社會會變 而這套戲就是 在說社會變的過程裏面 例如 我的角色就是 代表區上極進 做區儀 那個就是 代表民主派前期 出來做社會運動 和民主運動的人 金仔就是 是一個草根 就是社會運動 還有劉山青先生 還有 李阿珍就是一個 很旺旺的年輕人 李阿珍是和 李柯珍是對應的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 如果我以我講 這就是戰後的第二代 和第三代 是對我們 對香港的現況的回應 其實說本土主義 那時候剛剛就開始了 因為 我們現在說本土主義 當然是在政治色譜裏面 是比較明顯 它有它的主張 它有它的政治的聚力 其實 艇護運動 以我記得 這一套就是艇護運動 開始講的 就沒有講以前的學生運動 為什麼會有社會運動 就是因為在1967年暴動之後 我們的社會變了 但是有一次這麼大的暴動 政治來說對香港很多是要不可靠 而且政治是受到三方面的操弄 一個是英國的政治 一個是國民黨 一個是共產黨 即是說你一搞政治 你一天跌下去 這三個範疇裡面 但是在1967年之後 我們知道什麼就是 戰後的嬰兒潮 即是說由 不管它是給特朗普大陸 也好 或者香港出生也好 它們都成年 剛剛是60年代 60年代尾 那40年代 好像不中年 它就是1945年出生 是嗎 是嗎 那些四百元是四百元 好了 這一班人 它不會跟 好像她的長輩 她的父輩一樣 一是就當香港 是一個犯功復國的基地 一是就當 等待解放 做一個持續解放香港 他們沒有這個 他們當然受這些影響 但是 他們真的石裸裸 要在香港找他自己 在一個這麼急速的社會轉變 然後有一個貧富非常之懸殊 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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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社會 整個組成 其實是一個很明顯的 很尖的金字塔 到有一個所謂 中產家構的研究場 或者在香港 開始找到錢的那些小有產者 這些人要出來講政治 年輕人要出來講政治 要反映 所以其實在學生運動 即是六、七年 受到制裁之後 學生運動很快便打學會出來 因為大學生第一 就是當日 如果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六十年代一個在全世界都有的 青年極進化的運動 全世界都有 東歐也有 中國有中國有紅衛兵 美國有欺貼線 接著有反對於戰國三運動 東歐也有反對於斯太郎主義運動 整個世界都有 南美也有 我們那一輩的人一定會受這些影響 而且他是因為在左派暴動失敗之後 他覺得左派暴動走不通 其實跟今天主殺運動失敗後 其實很相似 這群人族非常政治化 因為他們要找一個新的路向 即是國民黨又不是 共產黨又不是 英國人又不是 當然 你應該講學生運動 當然這三個人都有 王文化就是擁護香港政府 他那時候是學年 即是說這群人 在大學裡面 開始覺得只是做大學生的人可以 你可能是 因為當時 如果做大學生 都是天子叫子 因為我們大學入學的人數相當少 中大都在七十年代初戰 尤其是大家大學 中大都是很遲才有 這群人 用一個新的角度去看社會 因為他是接觸最新的思潮 他在大學裡面組織了這群人 他是年輕沒有這個成見 也沒有他自己的利益 即固定的利益 因為香港那時候 社會發生很厲害 中文成為法定語言 都是1972-1973年的事 這個人都想像在今天 或者是貧富原則很厲害 居住問題很厲害 現在我們說上不到樓會死 以前那樣沒有樓 就在住沒屋 就住石屋 即是隔離問題很厲害 讀中學已經是一種preference 讀小學 小學教育非常差 大量的人 在小學畢業再做事 這些事情 第一 這群年輕人 我形容那種 在社會被人邊緣化 或者是跌下去 而他現在說的是 所謂低端的階層人 他自然有勞力 自然希望社會轉變 那群高端的大學生 或者讀過中學 或讀過中學的教育 他覺得那時候應該改變 那就出現了一個 學生運動為主導 而去關心群眾的事情 當然後來 因為一開 就是國稅派 其實我們說的國稅派 就是左派 共產黨都有其中 在學生運動 對整個學運動 對整個學運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 在這個環境下 年輕人想改造這個社會 跟著有一個 去認同的信念 改造社會 你可以說 在思想的 思想運動 很快就變成一個 學生運動 學生運動一走向社會 就變成一個改革社會 這個背景 在這部電影是看不到的 為什麼學生運動 突然間受到這麼 一個很沉重的打擊 就是1976年 整個普通 以中共為主 在學運裡面 實力最強的國稅派 一夜之間押解 他都不知道 原來革命的天堂 原來是地獄 他信的人原來是惡魔 很消極 而另外一班 持不同政見 就是覺得 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假的 中國應該更加民主 應該財產 財產分別 和資源分別更加公平 即是社會主義 是左傾 社會主義 那幫人 不知道怎麼搞的 那幫人家 因為 他鬆了一口氣 那幫人 變成文化運動 文化新潮 就是這樣 其實現在很多 在香港電影 傳媒 做事的人 那幫人有很多 甚至多人都是同一個成員 吳於心 曾經參加過普通運動 沒有 沒有 在這個情形下 大家看到他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不知怎麼搞的 如果金仔 如果金仔 他都沒有交代 其實在意大利亞都參加了三分同學 他就是說他沒有 沒有 沒有說過普通運動 沒有說過普通運動 所以這個歷史發展造成的樂印 是沒有說的 而下去 關心這些窮人 去庭戶 那些 其實就是 覺得中國很難搞 不是 因為四年度的大力太大 而社會派又沒有辦法提出什麼 就萌生了一把 主要就是走向群眾 在群眾那裡幫群眾做事 這個運動 其實跟幾次的香港本土運動都一樣 華海天星的所謂本土意識的文雅 然後到雨傘運動 更加政治上 其實是一樣 就是原有的政治的格局 到了盡頭 要是限制 要是不搞的 這個 這套戲的 講的場景就是 在這個 搞的見面下 就是說 有一批人覺得 再窮戶那麼多政治做什麼 不如我們實際上 為窮人為社區做事 現在這套戲 表決就是這些人 所以你看到 有幾個很模糊的人 或者他口頭說 那個人不重要 那些人 是一個shadow 我覺得他處理不了問題 但是我覺得他拍了 就是因為我好奇心去瞭解 我覺得這個上來講 有意義的 但是如果你是 以作品為作品 你一定要有這個 因素去做一個impact 或者做一個戲劇性的衝突 太多事情他處理不了 太多事情他處理不了 處理不了 那件太不熟 他問過我 其實他那時都跟我談過 問我會不會幫忙收集資料 幫他整個管理做好一點 後來我想因為 那個題材 因為這個budget的問題 當然是 他的圖片 他的budget不會很多 他要處理的問題太多了 所以 所以只好他就是用金仔去處理 用金仔去處理 處理 這部電影是講到八九文化 就是阿魯國區議員 便在便 講到那個就是 香港的政治有一個次發的會議 政治化去到搞社區之後 一撞到六四八九的鎮壓 而六四八九的又是一樣的 就是大陸都搞不定 那大家又在一個 在一個 在一個 但是余先生他們都是情人都纏繞著的 就是 香港 我何處理 其實 我問多一件事 就開放給你們 其實 未必是 這個問題 不是針對部戲 我想談談 就是關於 社運帳 這件事 譬如 我講過 我們看到 莫超優他們是在藝術的領域 去實踐一些 或者去傳達一些 抗爭的理念 那麽哥 你自己是 選擇用了街頭和醫會 之間出入 那你怎樣去看 看待各種領域 場域之間的關係 那他們各自的功能 是什麽 是怎麽分工 那你自己 為什麽會選擇了這個場域 就是醫會和街頭 當然是 當然是 一個人的因素 我想是 武超優 後來他 教教他 覺得是用戲劇 我記得他怎樣 會走到那邊 他應該是 在七十年代尾 八十年代頭 他就 有一個 分析 給他 在外國那裏 學戲劇 他就做了 不知什麽劇場 一人一劇場 即是教你 他教你 給他 給他一些技巧 他自己做法 自己做完自己的艇材 他就很有意義 他就從此 轉到那裏 其實 學超優也是一個 政治成就 他一個是政府主義者 就是七十年代相當 他是有的 他轉了 另一個 講到不重 這裏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 不重 他就被人捉了 他捉了之後 大陸 迫著他 逼他 寫過書 他拿來之後 給我們開場 讓我們大家加碼 加碼 他 他轉了大陸造型 他轉了去做傳媒 傳媒 有時做創作娛樂 那些 即是說 這些身影 其實 都是因為那個運動 已經沒有辦法再向前 如果 一個人 他覺得他搞這個政治 不行 他自然是 會用另一個方法去做 或者是改改 或者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至於繼續去 follow the trend 即是所謂民主派的前身 即是說繼續去的 就是那些人的前身 其實你看看這部電影 是當日去搞這些支持艇戶 很多人後來都變成政黨的領袖 為了議員 其實 吳明欽的身影 也在他出現 吳明欽和廖宗 可能是在區議員的角色 這些 這樣的 用文化 或者用文藝去 反映那個時代去 作為一個改革社會 或者去表達 這個 國安代的人的 質情和容疑之要訴求 我覺得 這個社會功能 就一定有的 其實大致上 就應該是 那個社會運動 一被人打壓的時候 或者打壓得最新的實 這些最慶狂 因為你不可以 有正常的渠道去說 第一 第二 你覺得 你去做那件事很難 那就用其他方式去說 你看我國民口 為何大成 就是因為我國村制的國家 德國都是一樣 即是他們的民口 那種獨特性 就是在一個村制的正面 第一 用其他方式去說他們心裡的事情 香港 如果你說文化藝術來說 真的失敗 因為我們很快融入了那個 因為其實很多 在當時80年代回來的 70年代回來的導演 那種新浪潮 其實他們在那邊看了世界 也都想快一點 但是很快就被 香港電影工業的崛起 突然爆出來的景氣 都被吸引了 隨刻 我記得當時 我們搞了一份 那些業行 他都經常 他投稿就是 拘捕他的革命電 即是拘捕他的電影 或者有一個 是跟我一起坐牢的 他都是 後蠻文口味的 《明寶》做 他都是 一個 尋為的電影工 在這個過程裏 我相信 在運動受到挫折的時候 是更加多人會用別的方式去表達 而因為我們整個傳媒 這個傳媒和電影 電視 這些每屆的興起 和變成一個賺錢的三角 很快吸入出來 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至於後來出現的東西 大家也看到 這部電影講的是七九年 即是七九年 中國人又吐了棍 因為在那個中興 譚眾裏面我們不好 角色 出來之間 第二就是 中國 打了整幫 出現了 譚花營的 所謂 西單民主場 大家也覺得 中國有可能民主 有希望 但1981年 全捉了 就是 對於 越是掛主 的人 心是越震越痛 就是 看到希望 也好 才會出現 這些事情 而這班 現在 我講 走到社區 我說它是第一次 本土主義的謾芽 就是 希望在社區改變香港 很快要看 第二次的政治化 就是說 在中英 談判裏面 而形成的 香港本土的政治力量 就變成民主派設計 他們 就是民協 港同盟 港同盟的前身 叫做 政制 你不知道 政制 政制改革 連職會議 等等 現在 你看回 就是那個人 所以 所以 我這樣講 在政治上面 是有延續性的 中國大陸有希望 香港人就有希望 一些 香港的政治比較緩躍一些 提出來的 更加 更加 怎樣說 更加 更加 徹底一些 更加 回應到社會的現身 當大陸發生了鎮壓 或者 香港 政客又不行的時候 又回來了 我覺得 因為 你們沒有拍二、三年同的片 二、三年同的片 其實都是講你的問題 就是說 在三年後 怎樣辦呢 很可惜 就是 宇沙文宗其實連一套 不是紀錄片的電影的幕 宇沙文宗只剩下紀錄片 就是說 我們發了這麼多事情 我們 我們 沒有辦法去回應 沒有辦法去 去處理 去駕馭 用一個藝術的形式 去尋回 雨傘運動 那個 本質 而至到 那個 價值的昇華 真的很好 歌也很少 那 我想 有些時間 或者你有什麼意見 對 因為孟哥是聽不到的 很難感受的 我怕你們 都說了你的目標 會不會問的 或者沒有機會交往 有什麼想問 他都可以 我覺得是 你問什麼都可以 其實 沒事 沒事 大家好 我不是教大學生 我走天不早已八年 零大的文明就是 就是這個踩場 因為知道有圖片放映 和阿保哥都來了 我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跟電影和文化都有關 因為我自己都分分界 其實我想問的就是 我最喜歡看這個調查 其實都不深思 其實它的調查就是 說什麼呢 香港大部分人都仍然 在雨傘運動之後 仍然都是屬於大部分的政治中 是沒有意見 和自己無關 沒有論 我們說了幾多次 政治是和一常生活有關 都沒有 仍然的情況都是這樣 我想問 其實阿保哥覺得 這種狀況 其實是否從電影 那種非政治化 去政治化 那種我們香港人 香港電影人 不懂得把政治化 在電影 那種東西是有關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文化研究 其實我做教育的 我做了八年了 那就是 那問題就是 有一些是 例如外國阿保哥看過的 一些電影是 它的歷史脈絡很深 亦都是有 entertaining的成分 即是能夠 帶動到 觀眾 即是覺得 真的好看喔 這樣 例如有沒有這些 荷里活的大片 是有這種格局的 可以讓我們香港人 開眼界 見識一下 這樣 對 對 對 荷里活 跟香港人比 荷里活 我想 去到八十年度開始 它已經是世界夢工場 它的做法是甚麼呢 就是 因為它有全球發行的網絡 它有很龐大的資本 所以 它的全球 即是電影作為一個工業 去全球化 是很簡單的 它就叫最好的人 走到荷里活 拍就行了 其實 在七十年級開始 東歐的導演 如果有機會走出來 就拍了 所以其實 從荷里活來說 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是一個全球的 電影夢工場 但中間來說 很簡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在《市北部》的電影 都是唯一一個商業導演 很多人都覺得 因為它太過 將電影變成一個夢 令到電影也沒有了 因為它太過 令到電影的想像會有了 但如果你看到它 它真的都很政治 《市北部》 它真的有意落 它都很政治 香港的導演 不是 不是 不懂把政治放進去 而是 它不懂政治 它跟正義力很遠 你明白嗎 不是說它有些事情想 不懂得去放進去 我覺得 許和華導演也是一樣 因為它要處理這個提策 它是不懂的 這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多的是我們教育的問題 因為我們整個大學裡面 從來不會教學生政治 我們整個教育的流程 是趕著的 很充狂的 你想想 以前 在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只有三年 只有三年 那你就可以做些什麼 你讀大學讀三年 所以我們整個大學教育 是令到我們的年輕人 很快就進去那裡 就是 賭帽出來 去賺錢 這個是 反過來的問題 我覺得是 因為 你說大學作為一個 就像你講教教 就是 剛才我們同學說 它是那個 促射的年章 年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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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在外國大學 真是幾乎所思 因為 大學是一個人最有自由的地方 當然 現在的 可能是出現了很多大學的風暴 所以我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 你看波蘭的導演 波蘭 他縮波棚底下 他的導演 他們的導演 都會用回他們的方法 去講政治 或者 十屆 或者 波蘭的導演 或者 波蘭的導演 其實波蘭的導演 就是在波蘭走過去 所以我出了和你會拍的影片 就不會再說 不會再說 好像他留在他的祖國的導演 那樣說 所以其實 我會認為 香港的文化 就是 在大學那裡已經殺了一拳 他不是鼓吹那些 年輕人有一個 比較寬崗的事情 但是他覺得這個世界應該是怎樣 跟你的年代不同 我覺得他比較自由 我覺得大學生永遠 都應該是 我覺得大學生 其實很多都是 我覺得這次的民調 是合乎正常 其實加起來 有60%左右 是不理政治 他不知道什麼 但是有些我直接不關心 甚至加起來 其他才是其他的學生 我覺得大致上 的比例 應該都是差不多 只不過就是 譬如有一個雨傘運動 差不多 即是說我們那個社會裡面 那個謀證很大 一些人想改變的時候 有人大一頭的時候 那些學生會跟著他 其實 如果那個運動一低了 他就會分回好像以前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 第三個 其實是全世界的問題 你在讀什麼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 我覺得這個大學這樣教 就教不了 即是文化研究 或者是比較文化 我覺得這些東西 是發明給大學教書的人 其實藝術就是 你快點去表達自己 快點去absorb那些知識 用你的方法去建構你的作品 或者你去建構你的人格和世界觀 現在浪費了那個時間 就是去做不同的 即那個後現代主 就是去慢慢分析那些東西 而本身沒有了一個就是 那個創作的能動性 你只顧著去看別人 你為何這件事這樣 為何這件事這樣 我覺得其實真的是 因為我一天都大學都沒讀過 所以我看就同樣大學 我覺得這些東西 其實反映了就是 在我們整個人類社會 轉變到一個後資本主義社會 很富裕 然後我們不再相信 這個社會會更加好些 我們只是說 這個世界其實無所謂好壞 只不過是相對 相對之中一定出現這些 去解構和研究的東西 因為他覺得 去研究的東西已經夠了 問題就在於什麼呢 這個解構本身是有異的 因為那時候 你都找一個大的架構 去分析所有東西 一定不行 這個世界變成 好像一個成定的世界 但當他們去解構的時候 又出現了另一種東西 一個由大眾分析出來的小眾 又變成一個小眾的圖頭 這個就是問題 所以其實 總結一下我們這個 怎樣說呢 我們的社會雖然很大問題 反正在藝術上 或者是大學 教的這些 因為它不是去令你 它不是去inspire你 知道更多的東西 而且它不是去啟發 你那種審美觀的完成 它是把東西複雜化 變成一個新產的流程 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 不只是香港 香港是更加嚴重的 因為我們大部分香港人 香港人都很想在市場裡面找到一個好的資源 因為我們香港人的活動就是消費 不是創作 我們不停地去看看消費是甚麼 要怎樣令自己更加好 做一個好的消費者 或者是消費者的權益 或者是拿多點錢去做一個更加好的消費者 如果那些房子是很貴的 我們做一間房子的消費者 我想我們的生命已經差不多完 好的 好問題 其實 我一個好奇就是 關於動員群組這件事 你說社會運動動員群組很重要 你們以前那時候未有魔物世界 即是資訊到它發展的時候 其實你們的渠道 我們知道也比較傳統 也比較少 現在相對說渠道好像多了 好像說一般人都可以擁有話語權 或者資源去做這件事 但你覺得其實它在真正實行動員 這件事有沒有更加容易了 還是更加難了 你覺得傳播媒體的改變 對社會運動的發展有甚麼影響 很大影響 因為以前我們通知別人去示威 真是抗頭 要印傳單 然後一早去派 不停地派 是兩回事的 但是現在的新媒體出現 就出現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太多議題 還有另一個就是 其實新媒體之後 好像那部落一樣 變成一個 你自己的Facebook 我真的不太懂這些 你會變成一個小眾 整個Facebook 或者這些新媒體 是跟剛才的分析一樣 如果是後現代主義 那些人很快 由大眾那裏 適服了出來 他們走回小眾 那個形成小眾 容易 形成小眾 因為暴落容易 但怎樣把暴落和暴落之間 打通呢 那你要看這個雨傘暴動 就勉強可行 因為那時候我們整個雨傘暴動 是由戴耀廷去提出一個 就是我們香港人 用一個共同的參與 違法大義 去採取共同目標 如果你同意了一件事 這些小眾 這些新的媒體 就會發揮到最後 但你看回 當那個暴落一跌 即是說大家覺得搞不到 而互相指責的時候 這些新媒體又出現回那個 那個副狀 就是大家不再有聯絡了 即是舊媒體被迫避避避聯絡 現在你自己的秘符 你就可以去幾個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新的 由於我們整個社會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 我們要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經常都是和那些少數人來往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世界上也沒有什麼真正的接觸 以前我是打電話的 現在聽到聲音的 或者我寫信 或者我寫編碼 現在在Facebook那裏 或者新媒體那裏 基本上這件事又不存在 為了更加多人看你的Facebook 可能你長一點的文字都不會寫 用圖來代替 這個 當於這樣的媒體的運作 是對於人和人溝通 不是人去發展自己的想像力 和創造力 其實是限制的 我覺得是 表面上好像多了 其實是小了 謝謝 你好 我是教院的學生 想問一個有點虛的問題 就是在這套戲裡面的背景裡面 當你覺得很迷惱 香港不知道怎樣走下去的時候 你覺得香港應該會怎樣走 還有對比你現在 香港又重新又來回這個點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香港接著會去哪裡 那你有沒有在這兩個不同的年齡階段 你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這個當然是現在的女學世界 因為這個你講的那時候 但是他很窮 他是專制但是他很窮 他很偽失 現在他比較能夠和其他不同的地方 來往 這是很大的分別 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覺得 希望中國的民主化 中共的專制 是要倒台的時候 香港和香港的問題解決 現在 以前是 英國是一個宗主國 但是他始終要走 我們覺得 在這個過程裡面 可能 是出現一個 變化 是 令到香港變了另外一個地方 但是 這個當然 我們看到 一個新的宗主國 即是 他現在說 是中共 被收回香港的統治權的時候 我認為一個更加大的麻煩 是 他現在已經有錢 他簡直是 當香港是一個要錢的 今天和以前是不同的 以前中共來到這裡 他是找香港賺錢 不過他是賺錢回來 他是受禁運 他沒有加入世貿 其實在香港 就是用他的廉價產品 來換錢 再換了一些未急 買他需要的東西 現在不是 現在他是 資本輸出 現在他是 直接軍臨香港 以前在英國人統治之下 他在香港是比較少的 到現在 這個moment 大家 可能不明白 就是說 當中共 即是中國 加入了世貿之後 在應該 04年 到現在14年 他整個 經濟的規模大了很多 他可以去 輸出的資本多了 這個是直接影響香港成國的 變化 他們現在 真是當香港是他的 不是說 精神上 實質上 因為你看他的錢 全離了 香港 成國經濟的發展 他要分大分 他要利用香港走 走出去世界 但是 我覺得 這個 我們現在香港人 那個處境很難 如果 你又作為一個 中國人 我不知道 大家有否 所謂 主張港獨的人 如果他不是 中文 我當自己 作為一個中文 我們 變了兩難 就是 你看回現在 共產黨這個勢頭 我們以前罵的 日本軍國主義 立正主義 可能就是 發生在中國 現在 這是中國人 最觸目驚心的 如果他這個 所謂強國夢 一崛起的時候 我們才有一個 道德的風險危機 愛不愛國呢 我們是否覺得 中國無形的建築 在其他人的貧困身上 因為我們中國 越習慣了 就是被人欺負 所以我們 我們有一個 道德的正當性 就是說 其實我們被外國人欺負 所以我們 有很多事情做不到 現在沒有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越來越恐怖 就是說我們看到中國 那個崛起 其實 他多了錢之後 是令到 那個 一黨專政那個 恐怖 以至做那個 惡毒 更加 更加厲害 而且直接影響 這個當然就是 如果我們要反思 就是說 如何做呢 如果我們純粹是看香港 我看不到 如果我們說 看香港 我們是香港人 當然我們是生理師 最好是香港的改革 或者那個變動 我們 那個改變 我們一定是參與 因為我們就在這裡 但是如果 你只看這裏 看不到香港 看不到中國 因為中國 你喜歡他也好 不需要也好 他一定是現在統治我們 現在統治的方法 更加 陳出不窮 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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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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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不扣 去世界看 看不到 我們要看世界 就是說 中國 這種制度 其實我覺得 大部分 就是由 一個 所謂 撕太牛主義的制度 建基於一個 非常之落後的 集約生產制 現在變成一個 國家資本主義 它威力大了 這些變化 是如何影響我們 所以我覺得 香港人 是應該更加 放開自己的空間 去看清楚 它就是發生的 instead of 就是說 我們只是搞自己的 這個已經是 不會發生的 現在他們由 九加二講到 大灣經濟區 其實你喜歡又不好 不喜歡又好 你就將來就被人 袋下袋 是不是 我在這點上面 雖然我不可以 即時有什麼做 但是我可以成了 Postpartitive 經常注意民眾 到底是 自己以為在香港 做到一些事情 可以改變香港的命運 或者不是 我們看到了 香港的特殊 四都看到了 香港的相對 邊緣 即是說 我們不是在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過程裡 我們很懷疑 如果我們不看到這點 我們心目中現在 很多我們想爭取的事情 其實是不會 臨界點 這個是臨界點 它是走進了體制 你自己也走進了體制 但其實我們很抱歉 社會運動 其實是否一定要走進體制 你覺得 是否不可以 不走這條路 這個答案是很簡單的 我覺得 一致這次 當議會本身的功能 已經弱到 是比外面的社會運動 比較差的時候 那個社會運動自然會 取代議會運動 你看法國革命 真的 法國革命的來源 其實法國革命經常都說 我會召開三級會議 是不是 他簽罵 皇帝覺得 他要問一下 那三個等級 他不召開三級會議 而社會的變法都變了 是不是 那些人覺得 社會應該改變 你又不被人說 你又不被人集會 最後來就是 自己去開會 後來就變成國民大會 不是由皇帝召開三級會議 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即是 我們經常說議會沒有用 如果你說 我們不參加議會 出去外面 更加有更多事情做 當然是應該這樣做 但我看到 沒有人說 不要議會之後 外面怎麼做到 相反來說 如果在外面的 民間運動 不是成功地證明了議會 是沒有用的時候 你說不要議會 其實就是 為自己辦 就是唯一的平台 要用 我覺得 在香港現在的半專制制度下 議會當然是沒有用的 如果說功能上的做法是沒有的 因為 怎樣選 我們都不會過半數 怎樣選 我們都 就算控制了立法會 都是我們行政主導的 這是很明顯的 但問題就是 議會本身 你將會分了三部份 在競選的時候 已經在政治運動 即使它未必形成一個 像雨傘運動那麼大的群眾動員 但是你想想 那些人去投票 那些動員才可以 你都要告訴他們 為何投那個人票 不是投定那個人票 這個 由一開始 如果你作為一個民主運動 或政治運動 後 其實已經是 一個 意識形態的鬥爭 最少 然後你把這個意識形態 變成一個政綱 變成政治運動 只不過這個政治運動 還在一個 一個大鳥籠裡面 就是選了議員 去組成議會 如果你說那個競選運動 overtake了這件事 或者overwhelmed了這件事 那些人當然要打爛議會 其實議會和群眾運動 政治運動 索輕索索 就是看當時那個社會 那些力量是怎樣做 而這些力量的罪 和那個國會所代表的價值 或者一些形態 和他的權力的比重 或者他的議會組成 合以其分 如果沒有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有第二個權力 中心出現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不是很新的 很容易回答他的問題 現在香港我就看不到 說有一個群眾運動 已經成熟到 可以揚棄了 可以說這個議會浪費時間 現在不是這樣 這個問題 為何還會在議會工作 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到今天來講 他由競選去到議會裡面 都是一個政治過程 其實一直聽好像很悲觀 香港和台灣的民主 我已經回答了 其實我已經回答了 如果我們不能夠去研判到 中共現在做的事情 或者他在這個崛起的過程中 就是他有一個深誠 他從1921建黨到現在 這個制度 如果我們覺得他有持續性 我們就乖乖乖 去引起倒退 即是說一個強權 去控制的資本主義 加強的剝削 用這個半部力去強制他們 是可以的 即是等於納粹法爭 納粹主義分 其實現在他說的 很像納粹 一個政黨 一種主義 一個領袖 要集合同這些事情 其實我自己看了之後 我已經不是再從香港去看的 你看這個 這個令人的升起是挺恐怖 我自己作為香港人 我當然關心香港人 我是中國人 我當然關心中國人 但是我作為人 我更加關心人類 因為台灣和香港的命運 就是對應於大陸 現在那種新的 他推出的那種新型的 一黨專制之後 國家資本主義 行不行 是嗎 如果行不行 我們當然沒有運行 如果我們覺得不行 我們就要看他生成 成長的變化 有沒有弱點 會不會有改變 我覺得現在整個問題 中港台的問題 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中共提倡的新國家主義 以及用一個政權去操弄的國家資本主義 這兩種政治和經濟的合體 就是我們能夠回應 我們怎樣爭取他也好 這個回應就是我們能夠提出他新的路向 因為現在他經常說中國要富起來就是這樣 你們香港人說什麼 我們要吃飯 我們發展經濟 如果我們不能夠回應 老實說一定輸 因為我們不能夠令到在這個制度裏面受到傷害的人 看到希望 知道怎樣去改變 是嗎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這樣 香港和台灣都是面對同一個問題 就是當中共的資本要向我們輸出 overtake我們的時候 我們是怎樣搞的 這個就是 香港和台灣不同 香港是直接給中共控制的 它有四千個解放軍 我們就可以了 台灣都是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的命運其實跟亞洲周邊其他國家的命運 尤其是那些弱國的命運是差不多 因為它都是拆過去的 是吧 這個是任何提交 這個跟之前說的 其實是任何世界 現在都說是和理非非和勇武抗爭這些東西 雖然現在都是半套那個梁天琦他們的那套說法 都得不到普遍的影響 當然 我是好奇對於勇武抗爭這個想法 或者這種方式的實行 未必是香港的 我覺得它可以純粹是這個方式 你自己有什麼提法的呢 其實 我也是過一過研究 那套說用暴力去改變社會 第一就容易失敗 第二就是很難成功了 都可能以暴亦暴 所以那一作者就說暴力是不行的 我覺得其實是講了一半的事實 因為就算你以暴亦暴失敗了 即是說你用一個暴力去修改暴力失敗 其實依然暴力都是暴力的 即是說你沒有關於暴力的問題 即是說你用暴力去改變暴力 你不會成功 但依然暴力都在 這是第一個答法 第二個就是說 在與專制政權的抗爭裏面 暴力是不可備 因為它是真的暴力 我們怎樣回應它的暴力 我覺得當我們是沒有能力去令到這個社會大部人明白 它的暴力的行使是不正當的 包括是幫助它去行使暴力的 即是說我所說的國家機器 你用暴力的抗爭的確是很難的 因為它多人過來 它精良過你 它控制人過來 但不是說完全排他的暴力 其實我覺得公民抗命的一個意涵 再向前行就是公民自衛 你抗命也要自衛 這就是波納團結公會的一個觀念上的更新 即是說我不純粹說我抗爭你 我抗爭你 而是我要有自衛的抗爭 這個自衛的抗爭到底是打起來的 因為我們是用一個最傳統的方法 就是將整個社會的運轉 令到它覺得停了 跟我們說 越能夠用這些集體行動 令社會停 出現暴力的那種是最小的 因為你明白嗎 你在那裡佔領街頭 那你還可以去打那幫人 跟黑警打我們 我們環抗 那就說我們犯法 如果在罷工那怎麼辦 即是去抓捕那些人開工 他們不開工不行 這應該是出現過的 其實在法國 對付亞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 是遲過的 因為去罷市搜尋 真的把那些人全部抓出來 開工 是的 罷市那些就抓去集中來打 所以去罷市搜尋 即是 包括亞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 但因為那裡 亞爾及利亞是不同的 因為它有法國區和亞爾及利亞區 它就輸掉亞爾及利亞區 所以其實我們避免暴力的方法 就是我們整個社會 是更多well organized 這個well organized 就是更加有組織 就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念 這個信念不是純粹是信念 是建基於我們面對暴政 或者我們身處社會的分析 這個運動的成熟 就會令到我們在改變 現在的暴力政權的時候 用的暴力更小 因為怎樣呢 它disintegrate 因為警察不開槍 會怎樣控告你呢 這就是所謂 東歐的自然而洋革命之所以成功 所以自然而洋革命之後 為什麼搞成現在的另一個問題呢 不是說必然是說 一點暴力都不能用 但是如果你說 不如我們以暴力暴力先 我們用更加不精良的武器 我們更加沒有訓練的暴力 可以和他打你 這個人和自殺很分別 是不是 我的看法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來 多謝梁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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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梁康先生